任吃8個小時 4個人來送多1個 任吃9款牛 10幾款海鮮 花膠雞煲任吃 這東西扁走了半塊花膠 連外面的海鮮任吃 最便宜的價錢是150多元 YES 它的汁是掛在上面的 世界上最邪惡的東西 這個才是真正的雞煲味薯片 這個汁太出色了 哇 雞煲汁 因為我經常拍攝介紹的時候 價錢這麼划算 但我自己出去吃飯的時候 找不到 HELLO 我是阿軒 我剛剛在外地部回來吃的第一餐 想吃一些性價比 因為外地部已經花了錢 然後我真的很想吃中式的東西 我真的很想吃火鍋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個旺角庫營 因為這間其實都是我吃過的 我覺得雞煲來講 性價比數一數二 我現在出了一些新的優惠 一會再長一下 總之最便宜的那個餐就是 任吃8個小時 4個人來送多1個 任吃這個9款牛 10幾款海鮮 然後有豬有羊 齊了 好 開 超級香的 它是花膠雞煲任吃 然後它的雞是大肩雞 哇 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吃雞煲就是富營雞煲 好香啊 超級香啊 哇 我一下子撕走了它半塊花膠 武龍武士那麼大塊 哇 其實它的菜單裡面有四個餐 但是我覺得三號餐是最禮的 因為它有剛剛我說過幾個東西 而它的海鮮也是任吃 鮑魚也是任吃 四款啤酒連藍妹加士伯都是任喝的 我們自製這個花膠鮑魚雞煲 滾下去 它這裡其實最便宜的餐 最便宜人均是150元左右 已經是可以任吃外面的海鮮吧 即是你花膠雞煲是一個MUS 然後連外面的海鮮任吃 最便宜的價錢是150多元 YAT 現在香港的東西這麼便宜嗎 還是歐洲的東西太貴 我這個餐就是因為它多些不同的牛款式 還有會有鮑魚和啤酒那些 那就上到200多元 其實200多元任吃8個小時 你出去坐咖啡也不知道價錢 它的醬汁是掛在上面的 挺滑的 它醃得很滑 而且很大塊 一口肉 它是無限加雞的 那你到時再加雞再加雞 不要那麼快飽 因為我們旁邊還有烤爐 然後還有很多海鮮 我們還未處理的 其實它的花膠也是有感覺 它外面有一個很大的自助巴 所以有些不同的東西 烤肉和火鍋都可以拿 它是蔬菜 熟食類 它熟食類的檳沙腩也不錯 它這個檳沙腩是有一股蘿蔔 清湯的鮮味 很甜味 嘗試我這個響靈 就這樣夾它的雞煲 世界上最邪惡的東西 這個才是真正的雞煲味薯片 牛其實炒在雞煲的醬汁裡 很好吃 哇 牛頸隻 炒它的牛 它這個醬汁太出色了 哇 雞煲汁 牛頸隻 然後吃大排檔 最尷尬的牛 但是豬牛超級漂亮 我們用湯汁打火鍋 這醬汁很好吃 我不用說其他東西 它的雞真的很好吃 但吃它的雞都已經好開心 外面有甜品 再喝喝 鮑飲酒再喝喝 哇 它們鮮片很大一份 而且這裡的桌子有很大 就算是四個人來的 它這張桌東西也是因為要放兩個楼 所以桌面的地方都也挺多 可以吃這個燒牛舌 單湯加點點 要盡量保留雞煲汁的野味 我還未吃其他牛肉 我已經有點飽了 鮑魚吸收超強的雞煲汁是不同的 是野味的 可以無限加進去 很忙 要燒這個 有一個再貴一點的餐是可以吃A5無牛 我覺得牛頸隻和牛小排的肉質已經非常足夠 而且是會吃雞的 再不就是吃海鮮 牛也不錯 而且可以任坐這個很難 我發覺平時跟朋友出去吃飯 要找可以坐得很久的地方其實是很難的 可以沿著魚下去煎 這條魚怎麼會太肥美 泰式烤魚 但這條魚新鮮是真的 可以看到它是否新鮮 眼睛是清澈的 這條魚外面有兩個汁 我覺得需要試一下 另一個是泰式酸辣汁 還有這個就是糖芥末汁 泰式明爐烏頭的汁邊的醬味 那個汁是綠色的 芥末 很古怪 但又有些夾 你自己來煎一條魚試一下吧 這條魚是蠻好吃的 為什麼我經常拍攝介紹的時候 價錢這麼便宜 但我自己外出吃飯的時候找不到 這裡最好吃的一定是雞煲 可以吃到肉的鮮嫩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師傅的手勢 鎖到七成熟出來再給你過一局 就是它最亂的時間 我覺得是很棒的 但我最推介都是三號餐 因為真的可以坐得很久 然後加上眼鏈能優惠 那個四送一的優惠 除開每人是250元的話 還是喝啤酒吹8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已經超級划算了 性價比推介 記得逢星期四晚上八點鐘 看著眼鏈素食香港十八區 現在多了幾個新的系列 有平凡食堂系列 亦有放題任食系列 還有其他餐廳 還有旅遊vlog 慢慢會出給大家看 下次再說 Bye